大家好,我是东海 今天做个凉拌土豆丝 卷着煎饼吃 过瘾 准备盆子一个 土豆削皮洗净 用擦子擦成土豆丝 加入凉水淘气两遍 彻底拔出土豆中的淀粉 锅中水开加入土豆丝 大火焯水一分钟 焯水完成 准备一盆能冰掉牙齿的天山血水 把土豆丝清洗两遍 彻底拔凉 拔凉以后 控干水分 剁一些蒜末 剁好以后加入土豆丝 切上一些红椒丝 再切一点青椒丝 切好以后同时加入土豆丝 加好以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咸盐 适量的五香粉 味极鲜酱油 量可以多一点 加入少量食醋 最后滴上几滴小墨香油 用筷子翻拌均匀 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卷上美味可口的煎饼 那就一个绝配 一波 消消灑灑春夏秋冬过 柳橘